没错 此刻林书豪毫无疑问的已经是个大明星了 那么这一季呢 她是属于所谓的受限制自由球员 也就是说 在球季结束之后呢 只要其他球队提出高薪挖角 但是尼克队呢 也可以用相同的数字把它留下来 有球评就认为 林书豪留在纽约的机会应该很大 时尚比赛打出八胜两败 激发出全美林Sanity狂热 林书豪成为纽约尼克的救世主 但这救世主的身价却只有76万美金 让网友找到机会发挥搞怪创意 平均每场38分钟出赛 薪水却跟甜瓜不能比 还得扛下胜负责任 林书豪肯定是台湾人没有错 但言归正传 林书豪本季只有一年合约 当球季结束后 她将成为自由球员 按照NBA规定 她属于受限制自由球员 如果其他球队要挖角 尼克可以相同薪水留下林书豪 其他球队想要跟尼克队在明年竞标林书豪的话 好比说胡人队财大气出 她明年开到550万 那么纽约尼克队就必须要考虑 我要不要加码到550万 比较一下林书豪和两位顶尖控球后卫的薪资 KID本季2100多万 NASH也有1000多万 就连本季控球会的平均薪资也有523万美金 如果现阶段尼克队的总裁 独任先生 你不采取银弹攻势来留人的话 不管未来他到哪个队 纽约尼克队都是纽约人的罪人 不论下一季有没有上看500万美金 林书豪得拿出真本事 继续让人Lincredible 前途才真的会一片光明 终于新闻台北 中府报道